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三个节目 也只有周深能做到了吧 天字的声音在周五晚上精彩继续 周深由我舞台精彩首唱 好幸运终于等到了周深的独唱舞台 开场就用一首正能量的歌曲由我感动全场 不愧是为共青团宣传曲 歌声大气磅礴 唱响青春热血 激励无被自强奋发向上 充满力量 传递出坚定的信念感 周深为国 歌唱简直好朗 加油歌坑腔有力 感染全场 少年音更是充满力量 听着好然 每次听都很感动 周深舞台首秀 让人难忘 有我不负使命 勇往直前 青春奋斗的路上 有你 有我 借过万千热血的初衷 担忧对的世界的音乐 我的名字就是战利的泥花 我的用字就是明天的模样 我的用字就是中国的模样 深呼 常见一火 常见一火 我只能将一火 常见一火 永遠都射 温柜在你 我为 常见一火 常见一火 我 常见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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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巨火却化作 难逃过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天字的声音 以周深的歌曲《由我开始》 听着他在现场演唱这首歌 是不是感觉他的舞台力量感太强了 所谓无被自强奋发向上 听着这首正能量满满的歌曲 久久不能平静 由于特殊原因 与周深搭档的音乐合伙人 没能来到现场 因此周深本轮就这样轮空了 相信对于不少守候这档节目的生米们来说 确实有点遗憾 不过为了鼓舞各位音乐人 周深也是演唱了一首助阵歌曲《由我》 最常有力量的一首歌 虽然他不能参加金曲争夺 但是有这首歌曲感受到了他给予的力量 他用坚定的嗓音为我们加油 尤其是他说的未来最好的模样 有你 有我 有大家 太感动了 太迟了 这个地方 胆我有 大不大不知道 拥有好奇心 这个我有 拥有智慧大脑 脑我有 智不智慧 见人见智 拥有有趣灵魂 灵魂我有 哈哈哈哈 那四折五落完都有 开始推理吧 开始推理吧 序章上线 周深 白宇 摩登兄弟刘宇宁 宋祖儿 int1周科宇 郭麒麟六位玩家 作为新房客 将入驻推示11号公寓 在推理一个个悬疑案件的过程中 共同揭开11号公寓的终局真相 剧情世界已经构建 故事已经加载 玩家接受到来自11号公寓的邀请函 带着胆量大 有智能 充满好奇等特点进入剧情推理中 刚来到公寓 大家都掩饰出不同的全新状态 做啥都可的周可可是创意巧克力大师 他从到这里就一直在和身边的各位新邻居打招呼 还热情的招呼大家 喜欢吃巧克力都可以来找他 而故作高深的推理小说家郭包佑 原来还没有代表做产出 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闭关创作的 小和带大家认领了自己的房间 每个房间都引起了袜身一片 比如白三碗 手工达人送漂亮和周可可的房间就令人眼前一亮 看得出来大家对新家很是满意 最令人羡慕的还是周可可的超级无敌豪华海景房 有面朝大海和城堡的大窗户 为了招待11号公寓的VIP住户 腾中介专门为周可可送了钥匙 就在他为大家介绍四周风景的时间 居然发生了意外 住户纷纷表示 既然还没有正式入住 还是赶紧走吧 腾中介百分百入住率还能实现吗 公寓天台电视上出现的神秘符号 在暗示着什么呢 入住第一天 他们会在这个公寓结识怎样的老住户呢 一切都是未知 所有的未知悬念都将在此序章开始 开篇配置连续剧情故事 环环相扣的角色 立足于本土社会现象 展现11号公寓独立的都市寓言故事 跟随开始推笔吧的六位新住户 沉浸式探索11号公寓的真相吧 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推广曲 然后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 也和大家非常熟悉 钱雷老师作曲 腾田和阎光宇一起做此的一首歌 我觉得这首歌 首先是非常非常有力量 而且我觉得也表达了自己 对整个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听完这首歌之后 都会像我们一样 会感知到里面的力量感和它的美好 以及也会更加的热爱和保护好 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自己喜爱的这首歌 所以我希望能够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股力量 因为年轻的一代 青年一代一定是我们的希望 所以就这首歌叫 有我那个我一定也是 一定也是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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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怎么拍我已经这么晚了 先生你那个Vlog里面出的是什么面呀 你说我煮一遍那叫我做好了 好的Vlog 这叫这叫这叫 吃的是什么面 吃的好像都是这么强的 然后就倒了一点酱油 我只是因为我太饿了 显得它很特殊 好的 不是特殊 但是你吃到这盖上很冷吃 是吧 主要是饿了 先生你以后都戴眼睛就很帅 戴什么东西 戴你的眼睛就很丑 你的意思是我不戴眼睛就很丑了 没有都很帅 眼睛更帅 好玩啊 好 好 好 算是现在这个吧 擦了什么鞋回来 没有回到那边吗 不好意思 好了电梯到了后面 走先走先走 拜拜 拜拜 早点收拾 下期再见咯 拜拜